萊州大捷徑中央再三強調 向人營養午餐禁用 美國萊豬未來相關肉品都得標示 但標示的抽檢程序 還有人力被質疑吃緊 從2008到2020年 大概都只有4%左右 陳時中部長承諾說 在邊境採驗會做到百分之百 正顯然有非常大的落差 那這個落差該如何來補足 開頭就要陳時中講清楚 查驗百分之百 在人力不足的情況下 要怎麼做到 因為衛福部在2015年的 食安政策白皮術就曾說 美豬牛檢驗 人力無法百分之百承擔 邊境查驗率近百分之四 一共81名抽查員 一年大概就只能從1000多家 到今年大概現在只有 目前只有600多家的情況 那不合格的比例 我們可以看得到 接近四分之一 這其實就沒有辦法 對人民的安全 食品安全來做把關 頒助數據2019年 抽查1843加次 不合格率23.2% 2020年1月到7月 抽查629加次 不合格率27.2% 恐怕萊豬進口又破口 加上抽查的人力797人 怎麼負擔全台作業 衛福部並沒有講清楚 再也串聯時代力量聚焦抽減人力 來應則主導修法防毒漏洞 所以我們也希望 這次立法院也能夠不分朝野 我們一起透過立法院 站在人民的角度 為我們國人的食安以及健康 來做一個最好的把關 國民黨將修法明定 還有萊劑的相關肉品和再製品 禁用在營養午餐 相關的法令也同步修法 將不得使用瘦肉精於食品內 藍營還要串聯民間力量推 食安公投 結合在野的力量 呼籲綠營別再忽視 民意反撲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